办公桌上放什么植物好 办公室工作繁忙 在办公桌上摆放绿植 可以放松心情 调解心理 缓解疲劳 那么办公桌上摆放什么植物好呢 首先是仙人掌 仙人掌是仙人掌鼠的一种植物 室内放置一个仙人掌 特别是水培仙人掌 可以起到净化环境的作用 其次是仙人球 仙人球是外形成球状的 仙人掌和植物的统称 起高温干旱气候 开花一般在清晨或傍晚 持续时间几小时到一天 净叶花均有较高观赏价值 也是水培花卉的艺术精品 最后是芦荟 芦荟为百合科芦荟鼠 多年生长绿草本植物 原产于低中海 非洲引起易于栽种 为花叶兼备的观赏植物 颇受大众喜爱